这个9号球好像离戴口挺近的 但是这个球如果要是进行一个开轮打击的话 也不是很容易 也有难度 对 我们看这个球我觉得可能它还是会拼薄球 漂亮 这个白球空的力道线路 都是100分 但是角度坐5号的角度也刚刚的好 留了一点向左的一个角度 一个中低杆回来可以叫6号球 但是这个球一定要注意8号球 不要被8号球挡到 还好 只要是有机会就不放弃进攻 当然这个打的稍稍的失准了一点 本身也是想滑进去啊 是想打一个薄球 然后做2号球 结果稍微打薄了一点点 我们看这个球 嗯 潘晓婷应该是会进行一个防守 我们看潘晓婷好像是在描翻底带的角度 要翻左下方的底带 哦 每根出根的限时是45秒 一局比赛当中有一次叫延时的机会 我们看潘晓婷非常有经验 他一上来觉得这颗球 中远台 大角度的薄球 需要认真地再看一下 因为9球嘛 是打进9号球才算赢 你中间进了8颗都是没有用的 好 非常的准 你可以看力道也非常的好 这颗球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欢迎订阅您按赞 double one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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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母球吃两库 横台吃两库 做八号球的左上方抵带 留了一点点角度 这个 还可以可以接受 就是还有一道小口吗 这个可以选择推干吃两库 好球 好球 这样 哇不容易啊 追成四比四 那等一会就要看 看小平的这局了 这一局确实非常关键 带口也不远 同时障碍球九号球 离母球的位置 应该也是刚刚好 正好适合进行一个跳杆 想起了 著名的闽南歌曲 爱拼才会赢 没错 直接拿着跳杆上来的啊 啊对 跳的跳进 看他排球的位置 可以进攻 嗯 很不错 效果非常的好 他后面还有 小关要过 但是刚才这个算是 过了一大关 嗯 是 他这种防守 只有七号球一个屏障 嗯 必须要力道控制的 非常的好 才可以 防守成功 刚才奥斯纯 也可以选择 打一号球的左半壳 然后把一号球打到台面的下方 利用三号球和九号球进行防守 这样有两个障碍 对 哦好漂亮 这么干脆 嗯 这个他 嗯 潘晓婷这一杆是 难得之处就在于 他是 翻进的情况下 还能控制白球 嗯 他是下了一个低杆 为了做二号球 二号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